Java裡面有所謂的跳脫字緣 所謂跳脫字緣就是說 有點像 常用到的比如說像是換一行 換一行就是斜線N 那這個斜線N有點像那個VB裡面那個什麼 VB New Line或者叫VBCR LF 還記得吧 CR LF 那N其實應該是VBCR而已 LF其實就是這個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樣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換行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 我一個New Line有沒有 新一列 然後呢我必須要返回 返回 所以一般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VBCR LF 還記得吧 換行的時候有沒有 換一行 再來的話呢 還有所謂的T T的話就是Tab 按一個Tab 一樣的道理 然後還有Back 然後換頁 這個比較少用到 還有單引號如果說你要使用 因為它已經被使用掉了 所以呢 我們假設要輸出有單引號的話 記得要多一個斜線 那雙引號也是一樣 那 其他的話三位置 比如說三位八進 八進位的你就可以在這邊 多一個滴滴滴 它就輸出的話就會是八位的 那比較常用的是這兩個 應該是這三個才對 這個跟這個 比較常用的 這兩個啦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看好了 假設說我今天呢 要做一個這樣的範例 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輸出 print出去 應該會吧 print line有沒有 剛剛有一個print line print line裡面呢 那假設我今天呢 要在這邊呢輸出一串 輸出一串 像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 我就可以 就是說 標題呢 我就可以在這邊多 一個TAB 兩個TAB 三個TAB 大概要四個TAB 就會到這裡 所以前面呢 你就可以用什麼呢 斜線T 四次 然後就會到這裡 然後就把這個標題放在這裡 然後print line一行 再來的話呢 再print 也是一個四個T 那後面就是減號 那再一個減號 一串 再來的話呢 套餐一 套餐一之後呢 你再加什麼呢 套餐一之後 再加兩個 兩個TAB 兩個TAB 一樣 那就把它做分隔 分隔 這也是一樣 那再來底下呢 就換一行 換一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 雞排飯 那雞排飯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兩個T 兩個T 把它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 幫它輸出 那輸出照這個格式 你們就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它print了出來 那print了出來之後 做出像類似像這樣的menu 了解 所謂的跳脫資源該怎麼做 那參考的解答 我也放在你們講義裡面 就類似像這樣子 一串 那主要會用到的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 這邊有個T 有沒有 還有 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我們print 除了print 這個 這個一個LN有沒有 是所謂的print line print line就是輸出之後會自動換行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可不可以改寫 假設我今天呢 沒有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把print這兩個字拿掉 就print而已有沒有 print跟print line 最大的差別是說 輸出之後沒有enter 那如果沒有enter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上什麼呢 應該是在後面 在 雙引號裡面 加上什麼呢 加上斜線N 結果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 特別注意哦 這邊如果沒有LN有沒有 斜線N也可以 好 這邊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這個menu的部分呢 利用跳脫資源 做輸出的動作 把畫面還給各位